嗨 今天本来不是上载这个影片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对我来说 是人生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这个日子 所以我上载了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是我看着我的女儿 我的第一个女儿 Elyse她第一次学爬行 看着她爬的时候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因为这五个月以来都是看她在爬着 然后就爬着这样子 睡着,放着,爬着,翻来,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样子 但是爬今天是第一次 然后这个是我太太她的这一个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她建议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算是地毯吧 有一种塑料的那种地毯 就防止小朋友跌倒,不会受伤的那种地毯 然后我们也要感谢我妈 因为是我妈赞助的那个地毯 然后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地毯之后呢 我们就,我的太太就 有了这个地毯之后呢 我太太就尝试训练她怎么样在地上爬行 那么从她爬行的时候 我看到她每一次跌倒的时候 有一种很想上去扶她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觉得她应该可以的 所以就让她,鼓励她继续地往前爬 心里其实是非常的焦急 非常的忐忑 那看着她一直爬一直爬 然后又跌倒 然后心里面 尤其是当她一跌倒翻身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种很 很焦急的这种感觉 仿佛是在跟我说 我要立刻上拳去抱着她 然后说算了吧 又怕她好像很累的感觉 那其实都不会 我觉得是不会的 然后慢慢慢慢地鼓励她 然后因为我太太是用这一本书 来吸引她爬过来的 然后就一直看她一直看她 对就是这个时候 然后她看见 原来可能她是那个距离 我放太远 她看不到 然后这样她看到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表情 她一直注意着那本书 然后她就想着那本书爬过去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看着她差不多 还有一点点差不多了 她很努力 她真的很努力 你知道吗 终于她莫当的时候 我非常的高兴 有种很感动的感觉 就是好像看着你的孩子 很有成就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是我人生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的孩子 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次 人生的第一次 在这个影片要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 对你来说可能是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值得留下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会放这些影片下来的目的 是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那么我希望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这种 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态度 不一样的这种心情 然后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帮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